環境最前線 永續台灣看得見 大家好 我是陳嬌華 我現在是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發言人 今天我們請到看守台灣協會秘書長謝和玲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組織很好 談一下你今天要談什麼題目 我今天是要來跟大家介紹一種 就是讀書叫PVC PVC好像 好像生活裡面有存在很多這些PVC的產品 請問PVC有危害嗎 有的 PVC它是三號塑膠 三號 就是說我們有很多那種一些塑膠容器 如果它有回收的話 你把它翻過來看到背後 它有一個三角形 裡面寫著三 那個就是PVC 有的它會直接標示PVC或者是聚率語C 它這個東西存在很多地方 比如說我們看這張圖 家裡面很多 其實在家裡面 像你家裡有沒有塑膠的地板 塑膠地板 現在塑膠地板 大部分都是PVC做的 那有一些人呢 他可能會貼壁紙 但是那壁紙不是紙做 而是塑膠做的 那個就是PVC 那有時候呢 玉簾 玉簾可能也是PVC 百頁窗 塑膠百頁窗 可能也是PVC 那 所以就是說建築物裡面存在很多PVC 那它會一直釋出這個什麼成分呢 如果說我們2001年有一個塑膠劑事件 對 那個塑膠劑呢 其實它用了最多的地方 就是它是PVC的塑膠劑 PVC跟這種0本2甲酸之類的塑膠劑 是非常的互合 所以家裡如果有很多的PVC的這種建材啊 或者塑膠製品啊 或者像耳空玩具也很多 是PVC做的 那這個塑膠劑 它其實在太陽照照的時候 它可能就會揮發 所以會影響到室內的空氣品質 所以你家裡PVC東西很多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會經由空氣 附露到很多的塑膠劑 那多少溫度它才會釋出氣體的PVC 當然它沸騰的溫度是很高 但是只要是吸在大概30-40度 它就會有部分的揮發出來 那另外呢 PVC它可能也用來做保鮮膜 我們去市場上買 買這個買魚買肉啊 它通常都是一個保利龍的托盤 然後上面附一層保鮮膜 那保鮮膜呢 百分之百 都是PVC的 雖然有其他種材質的 但是因為這種保鮮膜呢 PVC的保鮮膜 因為它添加了很多的塑化劑 它比較黏 那PE的保鮮膜比較不黏 那到底我們現在用的都是PVC比較多嗎 就是如果是商場賣給你的 都PVC 因為它比較便宜嘛 對 比較便宜 比較黏 比較黏 它有自黏性 所以這些商場都喜歡用PVC保鮮膜 只有台灣現在還在用嗎 其他國家可能也在用 但是呢 其他國家的民眾意識高 所以就是說 這些比如說有一些地方 他們的業者會自行淘汰 但是我們國家呢 因為政府沒有管 然後民眾意識也不高 所以就是說那個商場用的還蠻厲害 但是我們並不知道說 目前這些市面上賣的這些PVC的保鮮膜 或者是這些器具 它有這些壞處啊 政府都沒有在講 政府呢 就是主要的群的單位是環保署 環保署 那環保署曾經提出一個PVC 要淘汰的計畫 但是都沒有在執行 它每次要公告一個法令 然後業者會反對 那就歸縮 比如說在2008年 或2009年的時候 他們曾經預告說 要禁用家用的保鮮膜 PVC 使用PVC或PVDC 就是說要把PVC跟PVDC的保鮮膜 淘汰掉 結果政府一反對呢 到現在這個都沒有公告 財團反對 有業者反對 那主要的業者是哪些 製造商嗎 對 製造PVC最大的業者就是台塑 就是台塑 然後拿PVC去做產品的 台塑裡面哪一家 就是南亞 南亞 台塑、南亞都是商下有的關係 都在離島 大部分 對 六親 對 南亞 對 那PVC呢 不僅是說它添加的東西有危害 它的生產跟廢棄的過程都有危害 這個也是我們最care 對 因為 就是說 你那個塑化劑 它其實 PVC的塑化劑有非常多種 它如果不用靈本荷甲酸之類的 就是DHP DVP 這些東西 它可以用其他類別 那其他類別可能比較不獨 所以它可以很輕易地用 比較不獨的這種塑化劑 或者按定計來規避說你對它的批評 所以它可以說我降低使用階段的危害 但是我們很care的是 它在生產階段跟廢棄的階段 廢棄處理的階段 它所造成的危害是很難避免的 就是說 你的意思是說 我們包括這個六親裡面的台塑 它在生產PVC的過程 那它的危害主要是空氣污染嗎 廢水嗎 這部分嗎 我們可以看PVC 我們叫聚氯乙烯 它的單體 就是因為聚氯乙烯 它是一個聚合而成的一個高分子 它是有很多小的單元 我們叫單體 小分子 聚合起來 它這小分子 它的單體叫氯乙烯 那氯乙烯 它本身就是一個感染的致癌物 它是確認的 在很早很早之前就確認它是感染致癌物 它是第一級致癌物 是是是 它不是說 只是確認動物已經致癌了 它是一級確認 已經確認它是人類致癌物 對 所以呢 很多在VCM 就是 VCM就是那個氯乙烯單體 那在VCM工廠工作的勞工呢 他們很多在退休年齡的時候呢 就得到甘來 所以都活不久 有這個報告嗎 有這樣子的相關的報告 包括國內國外都有 包括意大利啊 然後台灣好像台大工衛學院 在幾年前 都有這樣子的一個 流行秘學的調查 那這些VCM呢 它會溢散出來 從VCM工廠溢散出來 那也會影響到周遭的社區 對 所以像那個高雄啊 有人物工業區啊 那大社工業區啊 林口工業區啊 都有VCM工廠啊 那附近可能都會受到這些 綠系工廠 綠系的影響 那我之前曾經 看過一篇陳大的報告 是李俊章老師註辞的 他也說 在 在 就是 90年代吧 那 那邊的綠系的那個 污染是非常的嚴重 那 那 台塑的那個 綠系的液散量呢 是 如果他們那個計算沒有錯誤的話 是比李俊章那時候是 在調查高雄工業區 還要多的 它的液散排放量 你說台塑這邊 六青 六青更多 對 六青的那個廠 綠系廠是更大 對 那 除了綠系這種 致癌物以外 它還有一種 就是說 在製造綠系 它其實 是會產生代曜心的 那 老師知道代曜心是怎麼形成嗎 代曜心就是這些聚合物 聚合的 代曜心它是 含綠的 它是 把碳 跟氫 還有氫 還有氫 還有氫的東西 去 再氧 就是氧化反應 對 幾百度的時候就去到 所以就是說你燃燒啊 或者是有氫 碳氫化物的氧化反應的時候 都有機會形成代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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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它有一個氫氧化的製程 它會有氧 然後乙烯本身就是碳氫化物 對 然後它在大概兩百五到四百度的反應溫度 最容易形成代曜心 對 所以 所以呢 它在製造出比如說一二二氫乙丸 就是它的中間體 它也是一個可能治癌物 或者是氫烯的過程中 它就會產生代曜心 那 它在存化的過程中 它就會產生一些汙泥 它這些汙泥裡面 就有很多代曜心 然後它就拿去燒 那燒 又會製造更多的代曜心 所以這個VCM工廠 是一個代曜心的一個很大的來源 但是政府呢 並沒有在這方面做好 比較大的一間多 那台灣就是說 就是說製造這麼多 PVC 對 然後它是一部分是外銷 對 所以它就是汙染 製造很多汙染 但是它的 就是說如果沒有外銷 我們其實國內 必不需要那麼多PVC 沒錯 光台塑是最大的生產者 還有另外兩家比較小 那台塑的規模是 就是每年大概150萬噸 那有一半大概都是出口 對 那我們可能也從國外進口了很多的PVC製品 那PVC在使用階段 那你剛剛說那個生產的時候 對 會有很多汙染 那剛剛說廢棄物這邊 就是會產生很多 剛剛說的 汙染這些成分 就是也會含有毒的東西 對 那還有就是你把PVC 比如說保鮮膜 或者是一些你不要的玩具拿去丟掉 對 然後送到粉化爐 一樣它也是一個燃燒反應 它也會形成代號性 所以我們的粉化爐 每年都有很多代號性的排放 它是全國第二大的代號性的排放人 第一大是電弧煉鋼鋼鋼 那電弧煉鋼鋼為什麼會有代號性呢 第一個是可能它有一些含氯的油漆 第二個可能是它這些廢鐵裡面 可能會比如說有一些電線電纜 或者是一些塑膠 PVC塑膠進去 所以它也是一個等於是一個焚化的過程 那所以它也是代號性的最大的無能力 那所以PVC雖然它可以 有一些PVC它可以回收 但是像如果是軟質的PVC 就像保鮮膜這樣子 它是沒有人要回收的 那沒有即使有回收的東西 它可能慢慢的它也會變成刺激品 最後就是味道分化回去 因為它的那個利用價值 對 創造利潤不高 因為回收的時候 它第一個裡面有塑化劑 就是比較雜一點 那另外它回收都要經過高溫 它分子會斷裂 所以它只能做刺激品 那我們現在的很多塑膠袋都是PVC 我們的塑膠袋是PE PE 對 它是不含鈴 對 所以就是主要是保鮮膜 保鮮膜還有一個很可怕的東西 是我們到醫院去那個點滴帶點滴管 點滴都是PVC 為什麼它一定要PVC是比較軟是不是 對 就是它比較好做 那它裡面也添加了很多的DHP 像我們現在保鮮膜 因為塑化劑事件以後 就是我們的那個食品藥物管理局 它有禁止八種零本合甲等等 用在那個食品濃氣裡面 所以現在PVC的食品濃氣或者保鮮膜 它可能不用了這些零本合甲酸之類的塑化劑 但是在我們的醫療用品裡面 我們用的還是像DHP這樣子的零本合甲酸之類的塑化劑 所以像我們如果去打點滴或我們去輸血的時候 這些DHP 塑化劑就直接到我們體內 所以這部分在醫療用品部分是一個 還沒有受到管制的地方 那PVC用在醫療製品 對 醫療用品 目前國外它們大部分是怎麼在用哪些材質 它們不用PVC替代嗎 它們這些書衣軟帶軟管會用PP 國外很多是用PP的 對 那台灣現在目前 國內也有 但是 比較昂貴嗎 比較昂貴 但是健保的給付制度又在鼓勵PVC 這是最誇張的 它沒有給付PP的這些材質 有 就是說它沒有去比如說這個生理食鹽水 它就說你們這兩個等級是一樣的 就給你 一樣的價錢 PVC又比較便宜 對 它得到一樣的價錢 那當然就是 醫院就會用比較便宜的產品 就會用PVC 對 那你剛剛提到就是說 醫院如果用PVC的點滴 或者是這些紙品 所以你在索寫的時候 這些塑化劑的成分就會 直接到我們的血液裡面 直接到我們的血液裡面 對 好 所以這部分就是說 我們在去年曾經召開一個工廳會 要求健保局他們去做檢討 就是說你健保給付的價格應該要去判 那價格大概差多少 它就是有的 它因為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因為這些書意的軟袋 它可能裝生理食鹽水 可能裝就是說那個 就是說那個葡萄糖 或者裝癌症的用藥 不同的東西 它會有不同的支付的價格 但是就是說 他們在評斷的時候 他們沒有去判斷說 這個包裝的材質 沒有把這個因素考慮進去 結果變成劣幣在足糧幣 所以對於很多的 比如說一些早產額 或者是長期在洗腎的病患 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因為如果說你偶爾去打兩次點滴 那些塑化劑可能你就對你的傷害 一定會有傷害 但是傷害可能比較小 但是你如果每一兩個禮拜 就要去洗腎的病患 或者是早產額 你就是要在保溫箱裡面 度過你一兩個月的期間的時候 那你就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而且小孩子對於這些塑化劑 塑化劑對於小孩子的影響是更大的 因為它就是環境荷蒙 對 所以目前就是說 家裡面的這些玩具 小朋友的玩具或者是裝潢的這些材料 或者是我們到醫院 有可能這些醫療的這些用品 對 都會使用到PVC 而且它在生產過程 也會產生有害的 有毒的 致癌的 對 這些成分 然後它廢棄物再去燃燒 也會再製造這麼多 有害的代替性 所以政府理論上應該是去禁止使用 對 那目前禁止使用這邊有沒有一個時程 有沒有看到政府在進行 沒有沒有時程 那提出一個計畫以後 研究計畫以後 就完全無疾而成 這黃泡鼠是哪一個處在處理 肺管處 完全看不到它們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就是說 他們其實有很多的政策工序可以去做 因為你說一年 我們國內一年有100多萬噸的生產量 你要讓工廠完全禁止生產 或許就是說在 在政策方面是不可行 但是你至少要逐步逐步把它淘汰 那你可以比如說 我們有一個機管會 它可以去提高PVC的回收的 這個費率的價格 讓它的成本墊高 廠商就會 就是一些生產玩具的廠商就會 改用其他的產品 那在一些比如說食品 醫療用品 至少要先立刻的禁止使用 但是都看不到政府 推出這樣子的政策 這個是我們非常的失望 那我們也是一直在教育民眾 看到台灣從2008年開始 一直在教育民眾就是說 比如說要怎麼樣檢測你的周遭用品 是不是PVC 怎麼檢測呢 用一根銅線 然後呢 然後如果你家裡都有瓦斯爐 然後你把瓦斯爐上面的抽風機打開 然後你要把這個銅線先燒紅 然後去碰你要檢測的塑膠用品 那燒紅的銅線跟塑膠用品 它會產生反應 如果它是有綠的話 它會變成綠化銅 銅綠 所以銅線就會變綠色 對 它的表面就會形成綠化銅 所以你在回來的時候 火焰會變綠色 就會把那個銅線再回到火焰上放 再回到火焰 綠色火焰就是代表 塑膠製品是含綠的 是 那或者是你看到一些PVC的 它如果有標示它是PVC的 你就不要買 如果沒有標示的 比如說你去買玩具 很多都不標示 那我們如果民間要來推 就是說剛剛你講的 就是說我們要教育民眾 就是不要去選購含PVC 那目前的商品都有標3號塑膠 就是有PVC嘛 那我們就是不要買3號塑膠的製品 有一些玩具它沒有標 它只標塑膠 但是據我們所知呢 玩具裡面 比如說軟軟的 那很多都是PVC 你就不要買 不要買 標示不輕就不要買 對 好 那再來就是在醫院方面 我們也建議醫院就是少用PVC的這些 醫療的這些用品 包括點滴 包括這些注射的這些軟管 它們都是含有PVC 那這些裡面的成分會回流到協議嘛 對 所以會有造成危害這樣 那據我們所知啊 像美國有一些醫院已經主動宣布它不用PVC的點滴管 那日本 我剛剛有講到一個 或許我們可以好好來研究 六清的這個台塑公司 南亞公司 在生產原料跟產品製造 這邊看有什麼 我們去源頭去把關 讓它們就是說生產 譬如說可能也是會用到很多廢水 很多水產生製造成很多廢水 剛剛有一點就是像忍武 它的VCM工廠 它的廢水就成為污染地下水 然後它的污染物質呢 是製造VCM的中間引體 叫122601 它污染到地下水呢 就是地下水管制標準30萬倍 對 那 就是VCM廠 當初他們在調查運軟中工廠 對於地下水的污染 曾經也曾經在台塑六清 發現地下水受到 綠宇溪跟12001的污染 但是後來再去確認又沒有了 因為那邊地下水流動很快 有可能就是因為在海邊 對 所以就稀釋掉 對 好 那目前就是說我們就是 請民眾了解就是說 目前我們家庭使用的器具裡面 含有PVC大部分就是這些保鮮膜 或者是你在選購玩具 盡量不要選購 那我們再來就是希望環保署 能夠趕快去禁用這個PVC 跟PVC的產品 那一方面就是說 我們也請醫院 也要去 不要去使用PVC的這些醫療用品 大概是這樣 那還有很多這個努力要做 不過我們為了健康 盡量還是呼籲大家少用PVC 對 少用塑膠 對 那最後要補充什麼 好 那我是希望大家就是說 我們要買東西的時候 一定要先考慮我們有沒有必要性 有必要的東西你才去買 然後有必要的東西你再好好的去判斷 它用的東西對你有沒有危害 或者對環境有沒有危害 因為對環境的危害一定是對我們有危害 對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好 環境最前線永續大家看得見 好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